真是没想到 张艺兴献给黄渤的荧幕出吻 竟然是他自己要求的 跟我觉得不对吧 你拿来最高兴的肯定是 跟我有互动的 我想好像也是 在一出好戏中大家都知道 张艺兴跟黄渤有一个接吻的片段 其实真正要跟黄渤亲吻的人 不是张艺兴 而是这个小伙 但当张艺兴看了剧本之后 却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因为当下那个状态 黄渤亲吻的对象应该是他 听到这话的黄渤好像毛色顿开 觉得此话非常有道理 所以临时把吻戏对象换成张艺兴 在开拍之前还不妄提醒他 一会儿记得紧闭嘴巴 免得亲到屎的头 这话让在场的人哭笑不得 不得不提嘴 张艺兴的临场建议 确实让这个剧情看起来自然多了 可能也是因为双方都太熟了 黄渤才会不好意思 一开始就选择亲张艺兴吧 但这也说明张艺兴很深夜 在这部戏中贡献了许多 就像是吻戏这个片段 因为达不到想要的效果 两个人一共亲了十来遍 才算是将这个片段给拍下来 果然演员要承受的东西 远远超乎了大家的想象了 除了吻戏之外 张艺兴还挑战了吃生鱼 最怕尖嘴动物的张艺兴 其实也很害怕带鳞片的海洋生物 一听说要吃生鱼 张艺兴的内心抗拒了很久 黄渤当时也需要陪同一起吃生鱼 因为这件事安慰张艺兴许久 好在张艺兴够敬业 终于克服了心理状案 咬紧牙关把这个镜头给拍了 但没想到真正掉链子的是黄渤 当真正下口的时候还是怕了 直接把鱼扔了就跑 嘴里叫嚷不断 反倒让张艺兴就原话劝了他一遍 这每个人都有这一部MASH 就是这 有些卡是必须要多 卖不得卖不得 只能说这也太逗了 如果你没看过一出好戏的花絮 就不知道张艺兴有多逗 在拍一出好戏的时候 张艺兴的气氛也不少 但当他后场的时候 众所周知张艺兴是挺不下来的 要不赶紧体验了一把当导演的战略 你真说大家都听得见 拿着对讲机却没有切评 自己还不知道说的话 全剧组的人都能听到 旁边的导演提醒张艺兴之后 没想到张艺兴没分清前后比衣 拿着对讲机又出了一边养笑 以那旁边的人哈哈大笑 但是对讲机另外一头的辅导 还是懂幽默的 婚姻的话让张艺兴赶紧留了 真是没想到孙宏雷还真的出演了 还记得当时黄渤在综艺节目中 说过自己邀请孙宏雷出演一幅好戏 但是将孙宏雷的全部镜头给剪掉了嘛 对于这个问题黄渤是如此回答的 那听了这话的王迅也不乐意了 明明是收了片酬的 对啥还是被剪了好在镜头 当时黄磊的回答也相当精辟 那我这个给了钱了还给剪了是咋回事啊 因为没有看到孙宏雷的出场 不免会有人觉得这是黄渤拿孙宏雷来吸引关注 其实孙宏雷还真的出演了 并且是接到黄渤的电话后 火急火燎的赶到拍摄现场 非但没有任何怨言 还心疼起黄渤瘦了很多 在孙宏雷拍完自己的戏份之后 匆匆忙忙的就走了 因为也是友情出演 加上两个人的关系确实太铁了 孙宏雷也没有管黄渤药片重 可没想到最后这个片段还给剪了 但孙宏雷那头是啥也没说的 可能这就是真凶力玩 谁也想不到极限男人帮的默契程度 竟然离谱到让人啼笑皆非 对说一出好戏这部剧 集结了一半极限男人帮的成员 虽然孙宏雷的戏份被删了 但他切切实实的惨眼了 在孙宏雷准备离开的时候 你提议四个人单独拍个照留念 而就是一句简单单单的宣传语 愣是念了七八十遍都没念成 主要是张一星这个反应力 确实离谱的惊人 在成员和导演都说了三字面之后 张一星还是没有听懂 录了不知道几遍 依旧没有成功 在屡试几次之后 可算是说完了 而黄伯一个吃来的大拇指 让孙宏雷笑着不行 不管是当年的极限三傻 还是极限三清 站在一起后 似乎都不是很聪明的压子 但不得不感叹的 还是他们的兄弟情 从节目走到现实中 不管是谁相处的都很融洽 在孙宏雷走了之后 张一星也赶紧回头现场拥抱 说的最后一句话 也令人感动 孙宏雷也是 在走前说的一句话 听到之后 大概会暖很久吧 看来男人之间的友谊 同样也可以很细腻 只可惜在娱乐圈 能见到关系这么好的 还是非常少见的